接手嘿 谢谢你们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有缘分在你里面 到带你的烦恼 你总别来打扰 让我看看你更为好 又变那位帅哥 又变那位美丽 拯救那位美丽 你也共同啊 开始演出 有合作的 逃几场 在公益活动里面 对 你觉得他可以吗 非常棒 还有更棒的他的经纪人 很用心 人家问你好用吗 你说比较好用的是经纪人 我们好用吗 经纪人 你用的是经纪人的姐姐 是姐姐 这个部分 姐姐的部分 对 他说对 刚刚你们要讲什么 用一下的吧 对 放进去一下 放进去一下 对 这句我听起来怪怪的 怪怪的吗 我刚刚讲那么多 他没有一句记得 他是记得这句 这句比较 比较 比较深得你心 对 好 鼓励完了 你有礼物要送他 有 有礼物 有礼物 你们要加强 他有一个特别的礼物 你们要加强个项目 加强项目 用这句看 怪怪的 这句 我告诉你 你说这句是什么 因为他们平常是只有两个人 对 有礼物 一个敲敲 一个弹弹 然后他们两个 不是一个和声 他们没有人吹 你们缺少就是吹 那你要来帮他们吹是不是 不是 我要送他们这一支 以后你们就 我这一支给你们吹 好 好 这个是所谓的 索纳 等一下 索纳 这支我也是很熟 这支不是人的西索米吗 不是 错 是吧 我没讲错 这是西索米吧 错 这是那个 你不要再讲 名字 我跟你说 不是西索米 不不不 这个是八音 八音 中国音乐 真的是 真的啊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疼爱 我觉得一方面真的是 看到他们 我当初出道 刚出道的影子 再来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前几年 我办一个巡回演唱会 那时候我缺鼓手 我需要手鼓打得很厉害 那少女打得非常 对 对 反正只要能敲了她都OK 对 没错 然后呢 对 很会敲 连大片都能敲 啊 不会 好 总之那时候我缺鼓手 就找少女 对 然后那时候少女说 那可不可以找佳琴一起来 感情不好 因为他们两个就一定要一起 黏在一起 可是我的预算只有一个人的预算 对 我就说 可能没办法呢 我说我们的预算只有一个人 一个月手 所以我说 那还是请佳琴不要来好了 对 就是她来巴鼓 她说好 结果呢 少女还是跟佳琴讲的 然后那一天的练团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旁边 对 然后呢 我们在练 她就自己拿麦克风 然后呢 就跟着唱起来 你知道吗 对 我就发现她把我所有歌的合音都跟着练 她已经练好了 对 她就自己在练 她已经练好了 而且她也没有要你的钱 对 然后呢 少女就过来说那个佳琴她把我的歌都练好了 对 如果可以的话 佳琴真的不用钱 对 只要你出他的机票 有东西给她 给她吃 给她吃 好 然后我就很 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 所以我硬是把自己的 一些预算都出来给佳琴 我就觉得这两个 真的是不容易 从附络来 所以 九年八月 我算是他们出道 还没有出道前 我就认识他们 是 我曾经在山丁港的那个 蒂摩尔公园 对 跨年的活动 对 那时候他们都还不是歌手 对 他们都是乐手 从上是别人 对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他们 我就觉得一路走来 我觉得 能今天再出这样的专业 我觉得我一定要到场立场 谢谢 对 好感人 对 嚇一跳 我跟你讲 真的是只有红黑